不管是庙会的镇头或是打击乐团的表演 想要展现惊人的气势 关键之一就是要在鼓声 而一张响亮又耐用的好鼓到底是怎么样制成的呢 我们也是带您走访位在新装的制鼓场 响人和 响人和不但是传承了85年 第二代老板王席坤从鼓膜鼓声坚持完美的态度 也是让王家的鼓享誉海内外 从享誉国际的幽人神鼓到气势磅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 这些表演能震撼人心 全靠新装响人和制作的鼓 使劲敲打细心刨鞭 深情超尊重 他是想任何第二代掌门人 60岁的王席坤 这股经验超过30年 王席坤说 要完成一张耐用又耐听的鼓可不简单 这股好看好 这股好像两点 这股拍在里面 两点四五分 夸说灵魂就是鼓膜 来自这张半透明的水牛皮 上头先打住这些洞穿上麻绳 再盖在鼓筒上和棍子交错 准备崩鼓 瞧瞧王席坤一会儿蹲在地上 操作千斤顶 拉紧鼓膜 一会儿高高站在鼓上 又踏又跳 踩鼓之后再用手货棒子来吃音 这一线的努力全是要让这张鼓敲起来 音质更完美 对产品有信心 王席坤还拿别人要修理的骨盒 自家的比一比 声音一亮一暗 高低地判 这样这股的好手艺已经传成85年了 但回想1973年 父亲阿图斯突然去世 接手的王席坤坦言 当时很茫然 哇 哎呀 你看的 感觉很简单 我说你实际上去做 哇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啦 当时很茫然 幸好重新摸索学习 才没让老招牌给砸了 不过现在要担心的却是后戏有人吗 绑着头巾边听指挥边动手做 这位年轻人是王席坤的儿子王凯震 27岁去年离开餐饮业 回家从头学起如何治古 那它是没有什么期许啦 它也希望说我能够做别行就做别行 但是我觉得这是心中人的骄傲 对 所以一定要传真下来 你一变过 你是不是很严谨 是说这样就不错了 要让你做 这样就可以了 那就是你做这行 如同老鼓上写的这四个字 包拥十年 坚持这样的工艺精神 王席坤打造出这些作品 随着大大小小的鼓声 传遍全世界各个角落 好